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当时美国还无人相信这一变化的来临 因为很多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人认为 三中全会可能又是一个党八股 因此并没有太在意 1980年2月 约有15位来自政府智库及大学的美国中国通 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城堡搞了一个学术会议 主题是2000年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傅立民当时说 邓小平改变了一切 我们应该用新的眼光来审视中国 美国要遵守对中国的承诺 否则我们对美中关系的判断就是错误的 在座的人都不同意他的观点 有的还嘲笑他 年轻气盛的他当晚骑着摩托车来到了公务院的办公室 通宵写了一篇《中国在2000年的备忘录》 预测中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他将备忘录发给公务院及美国在香港的外交官时 很多人仍认为他高估了中国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傅立民在哈佛法学院学习时 就对中文对中国感兴趣 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的家族与中国的渊源竟然长达近两个世纪 他的先辈中有的曾为孙中山工作 有的曾帮助北京大学建立最早的社会科学 傅立民1969年1月2号开始学中文 一个背景是考虑到当时不稳定的地缘政治 美苏处于冷战 中苏关系也恶化 那时的美国必须向中国伸出双臂 并对向中国开放做准备 他想让自己身在其中成为亲历者 幸运的是后来 拥有耶鲁和哈佛两大名校文凭的傅立民 果真参与了这项历史性的工作 傅立民参与了1973年 在北京建立联络办事处的工作 在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 不久的一段很有意义的日子里 傅立民负责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 当时傅立民从事和参与的工作 还有美中关系正常化和美中建交谈判 安排邓小平访美以及817公报的起草 甚至817公报的起草 就是在北京他的餐桌上寄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傅立民的中文姓氏 傅是从他爷爷那里传下来的 他爷爷是一位著名的水文工程师 曾经在清华大学任教 并且是三峡大坝的最初设计者之一 傅立民的爷爷的父姓 是当时的山东总督给起的 受傅立民的影响 他的孩子从小就对中文感兴趣 他们都有自己的中文名字 儿子叫傅瑞伟 女儿叫傅瑞珍 儿子自成副业 无论是担任美国对华贸易谈判代表 还是顶尖智库中国项目主任 或是当前的美国商会亚洲区总代表 均与中国有关 女儿则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 她的强项是中美关系 对于当前敏感的中美贸易战 傅立民对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说 中国首先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不要动怒 继续让大门敞开 等现任美国政府结束后 中国与美国又将建立新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最终将在同一个星球共存 双方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美中双方谁也离不开谁 而几天前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 傅立民却比较悲观 她说可能出现的结果 是中美首脑达成 暂时阻止贸易战恶化的休战协议 但是这个结果也可能很难实现 因为中美关系正在从根本上变质 中美从不损害相互的利益的竞争关系 转向虽然不至于发展成战争 但是损害剥削对方能力的敌对对立关系 就像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一样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人物